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线上午茶会 我是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的新丽 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的邀请到 卫生福利部中医药研究所的所长 同时也是我们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的顾问 苏一璋苏所长您好 新丽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集已经跟所长聊过 清冠一号他的这个简介 或者是民众要去哪里购买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想要来跟所长聊聊 这个清冠一号他的研发过程 那我们是不是请教所长 就是清冠一号的配方当初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 在中医的历史上有非常多的瘟疫 那这个新冠肺炎也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瘟疫 那虽然它的那个致死率呢 并没有像以前那种黑死病那么高 可是它还是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瘟疫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上去找到 治疗这一些类似瘟疫 症状表现类似的瘟疫 所以在明代找到了一个处方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很快就把处方 经过了这个国际论文上发布 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的表现 做了一个修正 所以就得到了我们在新冠一号里面 的十个处方的这样的一个配物 那进到临床上去经过试验 很快就确认了这是一个可发展出的一个新药 在碰到一个新兴疾病的时候 我们需要非常好的药物 可是药物研发呢 在现代医学有一点困难 是因为呢它耗时很长 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然后呢每五千个存化物可能才有一个成功 那我们知道当碰到一个瘟疫的时候 马上就要用药怎么来得及呢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找老药新用 就已经原来就对抗某一些病毒 病毒疾病的药物来用 那中药呢比较快 是因为呢它已经有这个一千多年的使用经验 那所以我们很快可以利用这些药材 这个都是政府核准中医师使用的药材 我们很快就进到了医疗现场来治疗患者 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 就是呢 传统是要从分子细胞动物一直走到临床 那我们就倒过来做人体试验 简单的一个试验测试它有效之后 再进到动物跟分子细胞平台里面去做验证 那这样子加速了整个过程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在清冠一号研发 从四月初治疗第一个患者 到授权药厂 到取得外交药品许可 因为当时国内没有疫情 这个过程不到又个月 所以其实这个是全球研发药物上的一个新纪录 非常快速的产生 所以我们有信心 在未来任何新兴的传染病 这种瘟疫出现的时候 可以仿造这个模式来进行 那进行可以很快的让药厂进入到快速的品质控制制程 来提出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长我知道说这个清冠一号的研发流程 其实当然是经过很多科学的验证 是比较繁复 那是不是请所长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它的研发流程 好其实我刚刚讲的从临床再回到基础实验室 那确认之后再授权给药厂去制作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研发模式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我们确认有效之后还要做一个品质控制 所以如果不能做品质控制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授权制造商品上 得到一个可靠的稳定的有效的材料 所以当我们在把这样的一个临床有动药剂 带回到实验室的时候呢 最重要就在做这件事 而且它难度很高 因为重要是农产品 所以要确认它有效 所以我们就需要做品质的控制 以及活性的测试 从这个临床的过程到实验室 那取得的控制的关键点 其实就在它的作用机转 第一个作用机转呢 就是对于病毒要入侵细胞 我们知道那个病毒的极蛋白 它有一些活性部位 可以去接到我们身体细胞的 ACE2的接受器上 那接了以后 它就会呢 把它的RNA拉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所以我们要阻断 让它极蛋白不可以去黏到 我们的ACE2接受器 这是清冠医药第一个作用 那主要的药物跟主要的成果 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当它跑进细胞内 它会去复制 把它的RNA跟它的这个 整个病毒外膜 复制着几十万倍 那这个时候呢 身体内就会充满病毒 所以我们要阻断它 在3CL蛋白酶这个位置上 可以让它不去复制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西药抗病毒 也是这个作用 那第三个是 病毒在身体内引起反应 那即使病毒被我们控制的 浓度下降了 可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基础 风暴还是在产生 我们这个免疫系统 攻击了我们自己的器官跟组织 所以大家都有经验 从SARS一直到现在 这个COVID-19 那它呢 主要造成患者的死亡 都是由于这个 细胞基础风暴造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确认 这个清冠1号 以及呢 正在进行的清冠2号呢 都有这三个作用存在 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所长 清冠1号在国内 国外这个临床上 治疗的成效 好 我们在2020年呢 当时从临床 要进到基础研究前呢 汇集的资料只有三十几例 也就是中西医的这个对照组里面 比较起来 看到了成效 可是样本数毕竟少 所以大家都希望看到 真正临床上比较大样本的研究资料 那我们呢 要送到国外去 在国外 不同国家 有不同变异病毒盛行的时候 看起来呢 效果都很好 那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国内自己的资料 在去年5月母亲节的那一波感染 阿华病毒 那我们就在国内启动了中西合作照护的一个平台 有15个教学医院参与 也包括了他们的这个集中检疫所 然后后来呢 汇集的资料 申请了IRV 就人体试验通过的 总共有9间教学医院 那我们在这里汇集了 这个相当多的一些案例 也包括轻症中等症状一直到重症 微重症 甚至ICU插管的 用液克膜的患者都有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分析了相当多的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清冠一号 就是呢 他从没有症状 轻症到中等症状的患者在吃清冠一号 然后跟常规的西医治疗做比较 我们可以看得到 汇集的呢 这个案例数 有服用清冠一号的有165例 那没有服用的 对照组有196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转重症 也就是我们在西药抗病毒药 不管辉瑞或莫克 莫沙东药厂 也都在看这件事情 那清冠一号呢 可以看得到在30天的 这个观察期内 没有一例转重症 大概这个是 没有用清冠一号 大概有14例 那我们相对的可以看得到 莫拉皮拉韦 它的效果呢 也没有这么显著 老师 这个两年多来疫情 这个病毒已经持续的变异 那清冠一号对 最新的这个变异株 Omicron 它也有效果吗 是 我们要出口到国外去 所以大家记得 南非有南非的这个变异株 英国有英国的变异株 印度有非常大家很恐慌的这个DELTA变异株 所以我们从国外传回来的 这个使用清冠一号的成效都很好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 是不是真正在基转上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把能够从国外买进来的这个极蛋白的样本 带进来实验室 然后在实验室上测试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上就把不同变异病毒株的极蛋白的作用部位 来跟这个清冠一号来做处理 那结果也确认 我们这个清冠一号并没有受到病毒变异的影响 不像这个疫苗 疫苗它锁定的这个把点比较局限 这时候它就产生了一些效率下降的状况 但是清冠一号看起来并没有 而且随着这些病毒变异 它的这个结合 分子结合的极性 更适合清冠一号来连结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像Omicron 像DELTA 它在清冠一号的这个对抗它的成效 比原来武汉株更好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这样的一个效率 既有临床的支持 也有实验室上的佐证 所以很清楚它的基转 这真的是太好的消息了 老师我们知道除了清冠一号之外 也有清冠二号 那是不是请老师来讲一下这个清冠二号 我们要治疗这个疾病 当然是能够把最大多数的这个患者群 能够挽救回来是最好 特别是从前面无症状 轻症到中等症状患者 不要让他进到重症 到加护病房去就不会让医院的量能崩溃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开始锁定的一个重要目标 那既然清冠一号已经成功可以把这个 轻症到中等症状的这个个案阻止它往重症发展 那这时候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去解决 进到重症的这个个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一直使用这个单株抗体 类固醇跟这个瑞德西韦来治疗重症 那但是在这个学术论文上的检讨 回顾性的一些研究发现 它的成效也不是太理想 所以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再有一个中药可以涵盖住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从清冠一号里面去做调整 怎么调整呢 因为严重的疾病都是由细胞技术风暴上来之后 身体组织器官受损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去调控身体组织器官 让它可以护原 可以让它不要恶化的这个药 所以我们就把清冠一号去做一个修正 让它除了保留原来的抗病毒 调控细胞激素风暴之外 还有一个身体支撑心肺功能增强的这个药物 那就是这样子产生了清冠二号 那在实验室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些验证 也很清楚 它作用的激转 对于肺血酸 对于纤维化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所以接下来就进到临床去 所以我们实际上也完成了 在清冠二号临床的搜案 交互病房一百多个案例的验证 也确认它在临床上的这个治疗成效是相当好的 今天健康线上午茶会已经进入尾声 我们再次谢谢苏所长的受访 也欢迎各位观众多多分享 让更多人了解清冠一号这个药物的常见问题 各位网友在收看的同时 也别忘了帮我们官方粉丝专页按赞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健康资讯跟系列影片 我们下次见哦